在日本的京都出现了首例的 Omicron变异株的确诊病例群聚感染事件 接下来更多的新闻重点 我们把时间加给真容 早安您好 欢迎加入全球现场 我们首先带你来关心的是 现在日本境内的新冠疫情再度升温了 尤其是在京都这边呢 一口气出现了13例 Omicron的变异病毒株的确诊病例 而5例呢是辖内首例的群聚感染 其实呢这5名确诊者啊 后来经过疫调发现说 他们都有参加同一场的参会 后来都双双确诊了 这让当局认为说是发生在 京都辖内的首例的 这种Omicron变异病毒株的群聚感染 不过呢这13例的感染 Omicron的患者呢都住院 而且比较幸运的是 他们都是轻症或是没有症状的 但是奇怪的是啊 这13个人当中有5个人 是没有海外旅游室的 所以现在呢这感染途径不明哦 京都当局就认为说 会不会可能已经发生了 社区感染 除此之外 其实在东京这边的疫情 有升温的现象 东京周日呢现在通报是说 有84例的确诊病例 跟上周日相比增加了 总共41例 这也是去去年10月以来 时隔3个月单日新增超过80例 另外来看到的是在辞城 有一例是30多岁的女性 被通报感染Omicron 这一名女性呢 她同样也是没有海外旅游室 感染途径不明 辞城县政府现在研判说 也有可能有这种社区感染的状况 再看到呢 体坛现在又有人中标了 好足球明星又确诊 这是阿根廷的球王梅西 跟其他队上的三名球员 都感染了新冠肺炎 球队方面指出说 目前这四个人都在隔离 而且遵守当地相关的医疗规定 英国每日邮报就报导了 说梅西呢 其实她整个耶诞节 都是在陪老婆在 跟老婆在一起的 不过他们不是只有待在家里 这个过耶诞跨年而已喔 被民众直击到说 两个人是爬爬噪 还外出参加演唱会 但是呢 在场所有人都没有戴口罩 恐怕呢 这疫情还会持续扩散喔 好 不过呢 现在梅西其实还在4号 在法国这边有个重要的赛事 但是法国他们是规定说 如果确诊的话 是要隔离7天的 这也有可能会影响到 梅西之后的赛事 还有这一位体坛明星 他同样也是足球明星 巴西的外星人 罗纳度也传出说 他确诊新冠 他买下了这个职业足球队 克鲁赛罗 这个账号呢 官方的推特账号 就发表声明说 现在罗纳度 他的身体状况是还不错 他有出现一些状况 可是是比较轻微的 要进行医疗 一段时间跟社会是隔离 不过呢 他恐怕也因此错过 他买下这个足球队 成立101周年的庆祝活动 再靠以色列 现在呢 确诊人数也增高了 还出现了全球首例 孕妇双重感染新冠病毒 跟流感的案例 好 日前呢 这以色列政府就宣布说 要为抵抗力弱的老人家 跟癌症患者 施打第四剂的补强针 不过现在更进一步宣布了 超过60岁以上的民众 还有医护人员 也要打第四剂 带你来听一下 以色列总理班奈特的说法 好 现在呢 以色列的最高防疫官员 也表示说 新冠病毒的 Omicron变种病毒株呢 病例激增 不过呢 往好处来想啊 可能会让以色列 达到群体免疫的状况 以色列的这一名防疫官员 就说呢 如果要达到群体免疫的话 这染疫数字 真的是要比较高 从现在呢 他们病例激增的状况 来看的话 很有可能会发生的 但他也说 当然不希望是 透过染疫的方式 来达到群体免疫 而是希望大家都赶快去打疫苗 这样体内才有抗体嘛 不过呢 再来看到这个 远在这个南极的科学研究人员 照理说 他们在这里做研究 应该是与世隔绝的 但现在又传出说 在极地的科研站 伊丽莎白公主 南极站有通报说 有半数的科研人员 都染疫了 其实呢 这要回溯到去年的12月中 他们为什么会染疫呢 一定是有新来的人 把他们病毒带进来嘛 12月中呢 其实有一批新进人员 他们在抵达7天之后 就发生了第一起的确诊案例 而现在疫情连环报 25名工作人员当中 至少有16个人 病毒检测是呈现阳性的 现在目前通通是隔离当中 在此之前呢 其实所有工作人员都有接种疫苗 不过在此之前 他们检测的结果都是阴性的 为了宣导防疫的各种措施 北韩举办了一场 和防疫有关的表演 根据北韩的官方电视台 所播出的内容呢 您可以看到台上 有防疫指导官 跟小朋友们喷消毒水 然后让小朋友们打扮成 干洗手还有温度计 在台上又唱又跳 希望能够用比较活泼可爱的方式 来宣导防疫工作 北韩到目前为止呢 没有对外宣布 他们有任何的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基本上呢 还是用锁活的方式 来防止病毒的入侵 好另外呢 在国际节目 我们还要来关心的是 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 周日有数千名的示威者 他们无视于政府的规定 在街头聚集抗疫政府 实施的防疫限制的措施 荷兰当局呢 已经事先禁止了 抗疫活动的进行 但是大批的民众 依旧是在阿姆斯特丹的 一个主要广场集结 在示威者不理会警告 同时拒绝离开之后 震报警察就用武力来驱逐 双方也因而发生了肢体冲突 最后造成有四名园警受伤 30位的示威者 因为伤害 还有扰乱公共秩序等罪名 遭到了逮捕 而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 抗疫民众当中呢 至少有两个人受伤 民航局在昨天接获了通报 有网友在LINE的社群当中 声称要截击 同时还要攻击台北101夜 因此立刻通报了警方介入调查 台北市的警方已经证实了 其实在元旦当天的晚间就接获 民众检举相关的事件 经过追查之后发现说 是网友玩笑开过了头 随后也被管理员给踢出群组 目减已经通报相关的局处 必须要加强安全工作 101烟火绚烂夺目 跨年夜这名阳国际的璀璨 瞬间还历历在目 想不到时隔不到亮天 竟就传出有人在网路上扬言要 截击攻击101 原来一名网友元旦晚间在 LINE社群 耿道下地狱大家庭中匿名留言 内容先是提到截击 又说到要结伴 攻击台北101等词 让众人受到惊吓 管理员也认为 这名网友玩笑开过头 立刻将他踢出群组 要截击攻击101的对话记录 遭成员截图流出 造成民众恐慌 相关单位也相当重视 介入理清 民航局表示 已经请航警加强保安 也提醒国机航空强化控管 全岸交由警方侦办当中 强调散播此类讯息 无论是否故意都已经违法 台北101也将加强安全维护工作 毕竟无论是有心或无意 敏感自辞 已经造成民众恐慌 躲在荧幕后面的键盘打手 也将被揪出 依法就办 记者综合报道